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一题要怎么样画,会比较快 你会发现这边都是什么呢?都是举行嘛,对不对? 举行的话,你会发现,当然有的人习惯从左下到右上,这样画过去,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比如说你可以先画这一个 然后再往这边画,画完再画这一个,画这一个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因为他有问号,什么呢?他没有告诉你宽,也没告诉你高,那你怎么画? 但是他有告诉你一个讯息,这边是一个虚线 意思就是说呢,他这边的这个点,这个点有没有,实际上是这一条线的延伸,跟这一条线的延伸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呢?用追踪的 那所谓追踪就是说,从这个端点追踪过来,跟从这个端点追踪过来,会的焦点 这个焦点之后往这个方向,就可以画这个曲音 那特别注意,如果要比较好画,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因为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我会先这样子,我会先把中间先画出来 为什么?因为当成一个基准,然后再画,往这个方向画 往这个方向画 然后再往这个方向画,就比较简单,这个部分就另外处理 追踪完之后再把这个地方画出来,因为它有 宽 跟它的 长跟宽 这个是长 这个 长跟宽 把它画出来之后 然后呢,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矩形 另外这个就可以画出来 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两点嘛,对不对 那特别注意,我前面有教过一种画矩形 通常我们是从哪一点呢? 左下到右上,对不对? 那我有讲过,我们会多一个什么? 小老鼠,对不对? X,就是说呢 相对于这一点的位置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画 这个矩形的话,先点这一点 再画过来是多少? X,对不对? 40 对不对? 先 它的 长 跟它的 宽 重点 应该叫什么? 这个应该叫X啦 Y,反正就是垂直位置 再来28 对不对?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相对于这一点的位置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要画 这个方向的话,特别需要 如果我要抓这一点,特别注意 这个方向 如果是这一点,应该怎样? 这个部分应该说,X多少? 它是往这个方向 是负的,特别是 这个数字要加一个负,三数 特别是应该看得懂吧? 因为这一点在 这个方向 对不对 这个方向 这个 这个15应该是多少? 因为是往下 所以是斗点 负,负15 特别是要,你就画一下 大概就知道 那这个方向多少? 如果以这一点为基准的 过来的话 对不对 那这边它会有先一个 这个词 那这个过来的话,应该就是 负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呢? 这个是正的 因为向上 所以特别是要,如果是向上 是正的 向下的 是负的 另外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你们应该可以看得懂 这个应该是 因为它是向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是 正的 这个是负的 OK 那用追踪追到它,然后再画过来 这两个词应该是 以这个点嘛 这个点为基准 画过来就是 负 向下 负负 所以负负之后的话,这个不就画出来了 所以大概说明一下,看起来其实比较复杂 跟前面比起来,这个图会是复杂 可是实际上画起来 并不会太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画矩形 应该还记得 马上这个回去多画几次应该都OK 第一点先给它,再一个小老鼠 小老鼠之后的话,给多少? 斗点 28 先横向的 再纵向的方向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点一个矩形 矩形之后的话,点这一点 过来 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方式 第一个是多少? 负 35 35 斗点 然后 负 15 OK Enter 就画出来 你只要方向不要错误的话 这样画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过来之后的话,这个方向 at 因为它是向左 因为它是向左 所以是处 135除以4 那其实只要不要有那个小数点都可以 斗点 接下来的话 135除以6 135除以6 Enter OK 这个就画出来 再来 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我们来把这个地方 Enter 小老子 它相对于它这个是正的32.5 斗点 负的23.5 23.5 OK 只要不要输入错误Enter就可以看得到了 这应该是没有错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的是 这个端点跟这个 所以你画矩形的话 对不对 你会有个 第一点 但是第一点我只知道是 这一点 追踪过来 特别这个追踪比较不容易 先给它一条虚线 这是追踪线 对不对 然后呢 请你大概追踪到这个位置之后 请你再往正下方 再去给它 第2条虚线 那你会发现你第1条虚线跟第2条虚线 它们就会出现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CAD很棒的一个功能 新版才有 为什么因为旧版你必须要画两条线 那你旧版你不会画线 可以呀你画一条线上去再画一条线上去 也会有个焦点 可是你会多画两条线 那追踪点 追踪的方式很方便 完全不用画线 就可以追出来 只是说你要习惯 习惯它这个追踪的方式 那你追踪到之后的话 点一下 再往这个方向 小老鼠多少 复的 先水平方向是20 够点 复的多少 10 Enter 有没有 它就会是往 这个 左下角的方向 方向跑 再来的话 画这边这个 曲型我们就很好画 怎么画呢 第一点在这里 第二点在这里 这样的话 我们就画出来 那其他部分的话 请各位 再自行雕注一下就可以了 OK 把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上水平方向 动作 材料